性侵一直以来都是最难说出口的伤害事件 根据卫福部最近五年以来的统计 台湾地区每37分钟就有一起性侵的通报案件 立新基金会为此特别邀请到导演王维明 拍摄了一支公益短片 还邀请到艺人郭书瑶还有吴康仁来单纲演出 同时他们也以公益大使的身份 向社会来呼吁要证实性侵的议题 他歇斯底人问我为什么要跟他分手 他打我 把我推在地上 撕破我的衣服侵犯我 以黑白的画面 普白的方式 缓缓到处受害者在遇到不当对待时 内心所遭到的伤痛 艺人郭书瑶这次不仅是演员 更是公益大使 透过角色鼓励受害者勇敢站出 我以为他说不只是因为害羞 我以为女生嘴巴说不要 其实心里并没有解决 因为认为女生说不要就是要 而侵犯他人 艺人吴康仁演出的加害者 在影片中的自白 是为了破除大众对于话语上的错误认知 透过这一次的影片也好 这次的活动也好 我希望让更多人可以去关注这件事情 我们身为男生也许是年轻的时候 也许是开玩笑的时候会说 女生嘴巴说不要 其实心里是要啦 那我真的觉得这句话可以把它忘记了 那是一个既又不幽默又不好玩的一句话 每一段短片都不到30秒 希望传递给大众说不就是不 我说愿意才是愿意的正确观念 让大众能够正视性侵议题 为受害者发声 同时也鼓励受害者能够勇敢展出来 人间卫视梁家伟张博程台北采访报导